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林寺讲究的是一日练一日攻 一日不练十日空 如果你一天不练的话 可能就退到十天的空 慢慢去修行 要磨练你自己的性质 所以我们少林寺就是禅武合一 我现在就是少林寺武生团的一队队长 我的法名是《诗言炫》 上游瞎信大哥赐给我的 十四岁 零四年进的武生团 少林功夫出名在外 我们从小就看少林寺电影长大了 会有一个英雄梦 来少林寺就是为了学功夫 非常向往这一块 练习了五年的基本功 然后才学的三节棍 三节棍从少林棍颜面挨来的 属于软兵器 现在练了大概十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明镜 三肩棍特点讲究的是点棍 比较复杂一些 不容易控制 身体协调性一定要配合好 速度我们也肯定要跟上 达到了这个伸法 还有这个棍法 步法 包括整个协调性 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才可以 撩棍 还有扫棍 批棍 它都是从基本功力演化而来 我们要用全身的力量 就是从脚到膝盖 到腰间 到你的肩膀 到你的最终点 它才能发出来最大的爆发力 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些棍发 我们只能看着一根棍在走 练三肩棍之前 我们要练习一些简单的棍法 比如说我们要学一些棍法 要拿一个棍子去练 简单的点棍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去练 练好棍法以后 再慢慢地接触三肩棍 最早我选择练三肩棍的时候 都是从兵器店去买的 练得特别别扭 然后就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 包括师傅指点了一下 教我去亲身去做 每一个兵器的长短 跟你的身体的一些结构 是很相通的 自己做出来的话 你是有亲身感受的 包括你跟这个棍 一定要有产生感情在里面 你要自己去慢慢地去体验 然后自己去领悟 去把这个兵器真正地做好 包括这个练功也是一样的 会老很容易 但是真正能领悟到里面的一些 运用法就很难了 有一个棍花 然后上面棍子在两边打的时候 这个是最容易受伤的 被打过好几次 这个厚老霸子 包括这个鼻梁鼓都被打过 也有放弃过 最后自己又捡起来了 因为师兄告诉我 一定要放好自己的心态 真正的功夫就是 汗水加时间 没有长时间的练习 你是永远练不好的 困难的时候你就放弃 那以后你还怎么成长 在每一个阶段 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烦恼 生活过程中 肯定有生活的烦恼 每个人其实现在都有欲望 不可能没有欲望 下山看到一些在家人 穿的一些便服 想如果我们要去穿这种衣服 行不行 你把一家人练习 你把这种衣服的学生 想要去 你看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你把这种衣服的 也许多了 我可以 你把这种衣服的 都是这样 是这样 我可以 这边不去摸摄 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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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经常去买东西 有人问我这个和尚怎么还长头发 很有意思 会有一些人说 都没头发洗什么头啊 我感觉这个就像洗脸一样 那脸你要洗脸干嘛呢 本身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不可能就是断了一切 不接触现在任何的东西 我们也是年轻人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 也去赶一下时髦 比较用一些新手机啊 生人也要与时俊进嘛 从小来到少林寺 大概有四五年了 平常就跟师兄弟们练练功呀 然后在寺院里打扫打扫卫生 通过这个生活体验领悟道 趴在地上往前拖地 那整个练我们的伏肌呀 包括一些腿部力量啊 上肢的力量都会有 打扫卫生 擦一些桌子呀 这个是练习我们的一个心境 师傅说了 做人做事 首先要达到自己的内心干净 如果我们心地干净了 没有任何地方不干净 在少林寺 师傅教你东西 也需要你自己去领悟 bullet näm 无事